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原來陳奕迅近日推出了一首新歌 這首新歌不是唱粵語或者華語 而是唱英語 而且又不是他獨唱 而是跟台灣巨星蔡依林合唱 這首歌的歌名叫Fight as One 就這樣看的歌詞 似乎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就像歌頌一下醫護人員 或者呼籲大家要團結戰勝疫情 但是魔鬼就埋藏在細節當中 有些眼淚的網民就發現 在MV裏面 大約有10秒的畫面 拍著一班小朋友 這班小朋友全部不是唐人 而是外國人 他們雙手舉著一些畫作 相信是他們自己畫的 這些畫裡頭畫什麼呢 就畫五星紅旗 以及一些以外文寫上的標語 標語大概的意思就是 中國加油 以及感謝中國 這一段的畫面 令到很多台灣和香港的網民 不滿 以及狠批他們兩位 這首歌 很明顯就是一些典型的大外宣 而已 你兩位合唱這首歌 豈不是坐就為虐 實請依我的判斷 這首歌的 確就是一首大外宣的歌曲 為什麼呢 首先就是 那十秒鐘的畫面 找來這麼多外國的小蚊子 畫上一些感謝中國的標語 或者是畫作 都很明顯就是要為中國造神 就是要塑造一種形象 中國在全球大流行的嚴峻時刻 都肯向世界各國 施以援手 就是要製造這種感覺 至於當初如何爆發 如何失控 甚至惹到全世界周圍 這些當然是隻字不提 因為中國目前搞這麼多事 無非就是想把這個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 其次的就是 這首歌都很明顯就是出口轉內銷 因為根據他的資料顯示 原來 這首歌的製作單位 是中國雲南廣播電台 一個位於中國邊垂的省份的官媒 怎會找來 香港和台灣的巨星 唱一首外語的歌曲 而最奇怪的就是 根據一些網民指出 這首歌似乎沒有在外國上架 而就算有 外國人都未必認識陳奕迅和蔡依林 這首歌的目的是什麼 擺明就出口轉內銷 就是要被中國人感受得到 原來全世界都在感謝中國 連那些小蚊子畫畫都要畫五星紅旗 都要寫感謝中國的標語 繼續活在這個平衡時空當中 而且在MV當中找來一班兒童 去宣傳政治信息 其實也是在貫徹 共產政權 他們慣常和長期以來的文宣手法 那到底陳奕迅和蔡依林 值不值得受到網民的強烈批評呢 他們的粉絲有為他們作出辯護 就說他們純粹是唱歌的 誰知道MV後來出來 會變成感謝中國嗎 會把這些畫面放進去嗎 唱歌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歌詞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就出了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完全沒有任何 的後續反應 若然他們是不認同這個MV畫面 所刊登的一些字眼 或者是內容的話 那為什麼他們是沒有出聲的呢 而且是半點的暗示都沒有 唱歌那一刻當然就不知道這個MV是怎樣製作 因為通常MV都是唱完歌以後才會出爐 但是現在這一首的MV 都已經是公開播放了 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們兩位仍然是沒有任何的表態 當然 網民就會假設了他們 是默許和認同這首歌 和這首MV裡所刊登的全部內容 作為一個藝人 其實是不是需要有政治的敏感度呢 我就認為是的 實情是在評價這些藝人 或者歌聲的時候 我就認為肯定是要抽空了個人的情感 和起戶才行 不能因為自己偏好或者討厭某一些歌星或者藝人 而受到影響 否則結論一定是偏薄的 譬如說 譚詠麟和鍾振淘去出席撐警集會 就算你多撐他也好 你也撐他不順 或者譬如說這個劉德華華底 他幫這個香港團結基金去賣廣告 宣傳大嶼山的填海 終於就落得這個填海華的花名 因為市民都不認同明日大嶼這個計劃 普遍都不認同 除了那些藍絲意外 好了 陳奕迅和蔡依林 唱了這首歌曲 客觀效果其實就是大外宣的歌曲 故此他們兩位天王巨星 避受網民的猛烈批評 其實都在所難免 他們的確是為官媒服務 這個雲南廣播電台不是民辦 更何況大家都不清楚 到底他們 真是政治敏感度不足 還是權行輕重以後 仍然要接這首合唱歌來做 可能他們通過深思熟慮也不定 為免得失這個大陸政府 為了確保自己日後繼續在大陸演出和登台 在人民幣和人民之間作出抉擇 很多藝人都懂得選擇 所謂食得咸魚就抵得渴 所以我覺得這兩位巨星 都沒有什麼抵不抵爭 好了 接著就繼續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中國盟友伊朗 他們的衛生部 竟然公開批評中國的數據不可信 究竟發生什麼事 伊朗衛生部發言人 假漢普日前公開批評中國的官方統計數據 嘲諷這些統計數據 似乎只是一個慘痛的笑話 誤導了世界上很多人 以為死亡率低過流感 使得很多國家低估了的嚴重性 而且他還質疑 到底中國的情況在兩個月內得到控制 是否正確 他這番言論 當然會受到中國外交部駐外機構的反駁 果然中國駐伊朗大使常華 馬上斥責了這位假漢普的言論 他說 中國每一天都會舉行新聞發佈會 這位假漢普應該仔細關注中國的數據 才再作結論 除了外交部駐外機構人員發工以外 不知道伊朗外交部是否遭受來自中國的壓力 似乎他們跪下了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穆薩維 在中國駐伊大使常華講完話以後 那一晚的深夜 就在Twitter上發表貼文 他就說 中國是抗疫先鋒 在抗疫當中的表現是專業勇敢和負責任 伊朗一直對中國的援助表示感激 一起加油 果然又是那招 感謝中國 這次是落足鞋油 從這件事件可以反映得出 就算伊朗受到美國制裁也好 都不代表當地的官員要全面親中 目前伊朗的情況就慢慢得到改善 那條數據曲線就開始 緩和起來了 這件事件在伊朗都未完全解決 當地的官員就開始來了 大家可想而知 一旦這個情況過去了以後 他們會對於中國有什麼反應 實情伊朗的例子 都不是個別例子 其實有不少的國家都已經開始對中國產生微然 但是外於這些國家 他們國內的形勢 仍然相當之嚴峻 而且需要從中國輸入大量的醫療物資 就算要發維也不是這個時刻 大家看看最佳的例子 就是這個塞爾維亞的總統 姆薛奇 他為了從中國 可以得到醫療物資和醫療人員的援助 不惜親吻這個五星紅旗 而且中國又很受賂這一套 凡你感謝中國 或者親吻國旗 這些肉麻舉動 他們就顯得尤其是亢奮 既然你這個總統都這樣做的時候 當然要對你加以援手 而姆薛奇也很了解到中國人的心態 你要威碎而已 他就給你威碎 何必跟你硬碰 各取所需 你要面子 他就要物資 實情他大可以 好像以前清朝的時候 來華的外交史節 或者是全教士 不是這樣 我要保持自己的禮儀 我不能向你這個乾隆皇帝三跪九寇 最多只能單腳跪 這樣就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 後來就要通過戰爭才可以通商 姆薛奇 你傻 你要威水 他又疼你那支國旗 反正你的物資 如其撫運就行了 還要不要讓他不合格 後來大家都看到 塞爾維亞也沒有投訴 那些試劑不合格 或者是口罩不合格 可能中國給他一些好東西也不定 所以這種塞爾維亞式的親中 到底他是真心的 還是純粹是表面上 形式上 大家都心裡有數 至於中國 他們所展開的這種口罩外交 醫療外交 到底他的效力又能夠維持多久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